彰化县政府今天举行 财团法人蓝新闻教基金会赴康巴士捐赠仪式 县长王惠美出席颁发感谢状 本次在总统府前国策顾问 也是财团法人蓝新闻教基金会董事长蔡玲兰女士号召蓝新姐妹们 由财团法人蓝新闻教基金会捐赠一辆赴康巴士 王惠美判借此抛砖引玉吸引更多企业团体 及善心人士捐赠车辆 改善县内车辆老旧问题 并满足身障朋友外出需求 前总统府的国策顾问我们的蔡云兰 我们蔡大大对于彰化非常的厚爱 去年她从我们蓝新姐妹 号召蓝新姐妹 还有我们的前程国大 一并兼了我们两台的富康巴士 今年在税末又捐赠给我们一台富康巴士 用于彰化县现在富康巴士总共有77辆 有75台是我们小型的富康巴士 有两台是比较大的富康巴士 每年我们服务的大概有25万人次 使用率非常的高 从108年开始到现在 我们大概在年间就募了 有47辆的富康巴士总驾驶是还有8千万 那因为使用率很高 而且它有一个年龄的限制 就是只能使用10年 这也是要确保我们使用者的安全 现在除了电话预约 我们的网路预约 现在LINE预约也都可以了 那我们起程跳的话只有30块钱超 大概起跳是30块钱 然后如果你有伸脏证明或者有率修证明的话 每个月的8趟东东都是免费的 另外我们现在也延长 因为希望他们就多走出来 所以现在也延长整个的营运时间 包括假日包括晚上的时间 那在这边再次的谢谢 那这个也要谢谢我们这个王处长带的团队 也非常用心的在我们的伸脏方面这块 在照顾我们所有的伸脏的朋友 现在县长我们两个默契的承诺 要给他兑现 不然是说 年底了 还有大家都很忙碌 来叼要跟打赌 我想今天主要就是要把县长的爱心 县长的富裕 我们把它实现 男性文教基金五贵 去年度的两步今年度的一步 再一次的各位的掌声 我爱我爱提供给我们所有的伸脏朋友 我们有非常大的行的便利 赞 我们伸脏不赞 赞 谢谢富康巴士 彰化人彰化是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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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